无论是小国寡民还是治大国若烹小仙 都体现了老子的治国理念 老子认为无论是治理小国还是大国 最高明的政治就是让百姓感受不到政治的存在 就像鱼离不开水 但又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一样 这就是隐德治国 然而是老子几千年以前的治国理念 现在还能行吗 现在各国都强调以法治国 德治和法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孙世强先生 为我们解开道德经的奥秘 请继续收看第十三集 以德治国 如果我们有机会向老子请教 说你为什么主张小国寡民 我相信他一定会笑着说 我也讲过治大国如捧小仙 可见大小不是问题 我们先看老子第八十章 他是怎么说的 小国寡民 使有食博之气而不用 使民众使而不远惜 使有咒语无所称之 使有假病无所成之 使民富洁神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福安其鸡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浅之身相闻 明治老死不相往来 你看现在国家不管大小 不管你什么样政治体制 一定都有社区的概念 不管你是哪一区 他们自己觉得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自己就可以有默契 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任何个地方 他的文化 绝对不是少数人登高一夫 或者行政命令一下 你就可以改变了 很少 都是四个字造成的 叫自然孕育 他自然孕育成 领域一定要同意 对外一定要同意 但是对类 其实我们是主张求同存异 大同小异 这是非常符合自然的 小国寡民并不是兵器也没有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有啊 他说你有食博之器 食博之器现在就叫兵器了 但我不用 废费而不用 你不要打我 但是我不会打你 使民重使而不远兮 老百姓与爱惜信命 重使就是爱惜使命 因此他不随便向外移动 那你说现在人都向外移动啊 那你只看到短期呢 你再看长期一下 你会发现 很多人出去一端子 他又回来 很多人一辈子到老了 他又回复故土了 寻根了 这些都是事实 人不得不远离家乡的时候 他为了很多原因 他当然要出去 但他心呢 经常都是在家乡 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中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干涉民众的意志 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 让一切自然孕育 国家有武器 但不需要使用 这就意味着太平 老百姓自然不愿意离开 这样的国家 除此之外 老子的小国寡民 还有哪些特点呢 谁有舟渝 舟就是船 渝就是车 有车有船 但是无所称之 你没有必要 老下去坐它 要奔波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人口大量地向都市去集中 就造成很多问题 我们再回头看到 老子所讲的这些话 是不是我们应该 把城乡的差距缩小 让很多人他愿意在家乡服务 而不必挤到都市里面 谁有甲兵 谁让我有盔甲 我有士兵 可是呢 无所称之 我也不必要向外去展示 或者说到时候要演习 来吓不吓不别人 现在我们是不得已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你不能不这样做 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说 我要跟你比赛 或是我要压过你 都没有 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 那个是没有必要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可见我们受老子的影响 也是蛮深远的 使民负极神而用之 那真的我们要回复 用绳子来接吗 绝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过单纯 朴素的生活 这样就对了 如果你有机会 再回复古老那种 很简单 很纯朴的生活 你会什么感觉 我想现在很多人 已经有这个觉悟了 他放弃这个高科技的薪水 他不干了 我辞职了 不要了 我到乡下 捞一块地 我有自己的理想 那就是小国寡民 我要把它摆设 我要招一些同道的人 我不求赚太多的钱 但是我很愿意 跟这些同道 大家互动 过很愉快的生活 这已经有了 干其实 吃什么其实并不足 是你的感觉比较多 每期服 穿什么会漂亮 其实没有客观的标准 你看每个民族 它有不同的服饰 没有什么比较 安安齐居 虽然我这个房子是很简陆 虽然我的房子是很简陋 但是我只要住得很心安 风俗习惯是很善良的 很合乎人性化的 因此它不会老是要去羡慕别人 人最怕的 就是不断的 要羡慕别人 要做别人 不想做自己 邻国相望 就是现在公寓的楼上跟楼下 我听到你的声音 你家养了一只狗 我一听到 你的小孩生下来 晚上叫 我一知道 这叫做什么 居前之声相闻 但是名字老实 它不向我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尊重你 你要尊重我 那我和谈上跟你打架干什么 这并没有说 人与人很疏离的感觉并没有 怎么会有 有事情大家一起来 那没事各自安居乐业 大家保持生活上安宁 这有什么不好的 小国寡民 现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我们今天换个名词而已 我们今天把小国寡民 说成一个什么 就叫社区 那一个社区 它跟外面 经常是老死不相往来 它有所谓 可是它不准备跟你打仗 好像很有那么个味道 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 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世界 如果让一个很小的国家 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治理 也许是可能的 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 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又该如何治理呢 小国寡民的治国理念 能运用到任何地方吗 六十章 老子又说了另外一番话 他说 治大国 如空小鲜 这小鱼啊 你要把它坚守了 你尝尝去翻 翻到这儿它就破碎了 就鱼也不像鱼嘛 你不能乱动的啦 人家动两三下 他就熟了嘛 你一回弄 一回弄 还没有熟 他已经碎掉了 政治要跟人民的生活合一 如果我们活得很好 但是政治千方百计来干扰我们 那这种政治 我们就会觉得太可怕了 如果说我们本来就过得很好 有的社会 有的组织 有的政治以后 我们在当中做到四个字 那就是最高明的政治 那四个字 就是刘备当年讲的嘛 如鱼得水啊 老百姓好像鱼在水里面 它没有感觉到这个水有多重要 它没有 你让鱼感觉到这个水有多重要的时候 这个鱼就很紧张 糟糕啊 哪天真的活不了 它在讲这个意思 政治它不能不按照道来走 因为政治就是要帮助老百姓 你过这种可以发扬道的生活 因此最好就是个字 叫做反扑鬼诊 反扑就是什么 大家过一种 我有欲望 但是我不过分 我可以满足 但是我不要求享受 现在人是懒得不行 所以他搞得大家都很辛苦 搞得社会始终就是很紧张 他接着又说 以道立天下 你用清净无为的道来治理天下 其鬼不神 就算真的有鬼 他还不会伤害人 非其鬼不神 不但那个鬼不会伤害人 其神不伤害人 就算是神 他还不会伤害人 那大家就觉得奇怪 神会伤害人吗 神 只要有人在操控 被架空 被利用 照样会伤害人 这个案例太多了 装神弄鬼 不全是在害人吗 非其神 不伤人 不但那个神 不会伤人 圣人亦不伤人 圣人也不会伤人 但如果觉得圣人难道会伤人 圣人也是经常伤人的 鬼不伤人 神不伤人 圣人也不伤人 父 两不相伤 明明三个五三个讲两 鬼神是一度 圣人是一度 所以差不多两 两就可以包括三 就包括四 故得交归缘 所以人民就能够安心修道了 你不干扰他 讲到这里 我们大概可以 揣摩出老者的意思 他是说 人生苦短 你再长活一百二十岁了 也不够一百二十岁而已 你这么宝贵的时间 你哪去 做那些很无畏的事情 做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做那些对别人不利的事情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人类最主要是做什么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修得 我们要反扑归真 就是说把心收回来 不要老被欲望 把你招惹的晕头转向 你就可以看看你自己 道是什么说的 你怎么去做 这样就对了 老子所说的最高明的政治 就是让人民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 就像鱼生活在水里 鱼离不开水 但是鱼不会感觉到水的存在 在这样宽松愉快的氛围里 无论鬼神 都不可能有轻风作浪的机会 老百姓自然能够修到归得 那么作为治理国家的官员们 应该怎样去做 才能达到这种最高明的政治呢 六十二章 老子就提出很清楚的说法 他说立天子至三公 我们为什么要立天子 为什么要至三公 就是因为人他必须要过群职的生活 可是人在一起 他们一个头 他们一个组织 你怎么去商量 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做 大家才会安静而言 你不知道 因此一定要有组织 而这个组织就叫做政治 设置政府官职的时候 虽然在哪个马车前 有一个红色的大笔 就表示说 我是有公信力的 我这个就是政府的象征 但是在老子看起来 你搞这些行事的 考这些仪式的 考这些好像给人家看的 你不如什么 不如坐进此道 你不如跪着 就把大道献给人民 跪以前就是坐的意思 因为以前是席地而坐 一个人跪着 你的身体最好 你坐着 你身体不见得有那么好 可见古人的所作所为 他真的都是顺服自然 只是我们后人 我们没有很细心 用心去了解 总是没有按照 过时代 现在不行 现在要坐沙发椅的 坐得越舒服 身体就越不健康 我们看看四十九章 所讲的 五一天下 昏其心 其就是治理天下的人 你要替天下百姓 做事情 你必须要有很朴素 很纯真的 那种心理准备 你用这样的心 你来跟老百姓 打成一片 但是不完全听他的 因为我们今天老讲 你要听老百姓的声音 你到底听谁的声音 老百姓他是一盘善善 他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道是很宽广的 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你没有必要去 管太多 你又不能不管 这是很奥妙的一条 老子认为 作为治理国家的官员们 与其热心那些 形式主义的东西 不如真诚地帮助老百姓 过顺其自然的生活 但是老百姓 是一个很庞杂的群体 道德水平层次不齐 一个好的政治家 应该如何管理民众 才能达到国治民安呢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 《道德经》第三章 他就已经讲了 圣人之治虚其心 食其腹 若其治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真正好的政治家 他怎么做法 虚其心 他就要教化 其实真正高层做的事情 就是教化而已 我们进化老百姓的心思 不要让他有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心思 当然更不能鼓励他 其实政府你就要不禁止 也不鼓励你把他当作没事一样 他就化掉了 因为老百姓也是很聪明的 他会看眼色 他会看你整个走向 他会知道他该怎么走 你满足老百姓什么呢 就是口腹 口腹意思就是说 你吃饱饭 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不要整天 出一些怪主意 你 少出发扬 你要规规矩矩 把你自己安顿好 把你的道修好 做一个有德之人 对全世界的人类 都有贡献 若其治就是说 你要削弱他的心智 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乱处主张 强其鼓 就是说你身体要锻炼好 因为锻炼好身体 你才有时间来修道 因为身体虽然不是目的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手段 你没有身体你修什么道 而有的身体不修道 那更糟糕 那就是为非作歹 常使民无知无语 没有知识 没有妄念 一个人有知识以后 要看你自己会不会筛选 会不会自治 会不会把自己看作 我是地球上的客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为非作歹 五十八章老子是这么说的 齐正闷闷 齐名唇唇 齐正叉叉 齐名雀雀 我看起来好像我都没有做什么事 我很昏暗不明 可是老百姓很自在很安宁 反而他的品德会越来越好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会有更多的时间 更专心去修他的道 家电这个国家 老百姓品德不断地提高修养 什么事情都自己管得好好的 那还要太多的法律吗 就不需要 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 治国者有为 有事 看起来是条例很村民 所以叫做叉叉 叉叉就是看起来有条有理 什么都看得挺久 人民缺缺 人民他感觉到到处受约束 到处受管制 然后他就觉得 那这样你不是鼓励我投机去小吗 你不是鼓励我转小道吗 你不是鼓励我走后门吗 那自然品德越来越缺了 老子的治国理想就是以德治国 老百姓寻道而行 自我约束 自我调整 自我发展 国家的统治者不要过多地打扰民众 让社会真正回归自然 但是老子几千年前的治国理念 现在还可行吗 现在世界各国都强调以法治国 德治和法治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老子很彻裸裸地说 以法治国就是破坏和谐的方式 但是不可能有法 法是备而不用 老百姓自动地遵照法令 就好像没有法令存在一样 但是法是提出一个告诉我们 你怎么做 我们帮助你 你去走上道的正常途径 至少是法的功能 所以我们老觉得说 为什么社会越来越乱 就是因为他某种力量在哪里表示他的不满 他要发泄 我们应该去找这个根源 然后去化解他 我们再看看老子的主张 我们就应该知道说 管是依法治国 好像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进一步 来让老百姓得到好的教化 是什么 无知无欲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 来探讨一下 难道我们一定要无知无欲吗 谢谢大家